大家好 好 那 還是歡迎大家訂閱一下頻道 好 那我們來解一下這個 非選題 快解完了 好 那這題 它是說有一個多想式 叫做x3-4x-5x 欸對 我因為是通常都在講一些大學數學 所以解法可能會跟高中老師的不一樣 所以我也就是解好玩 所以有任何問題就是在下面留言我們可以討論 3-4x-5x 那L是mx m是時數 那m-2的時候呢 問它的三個焦點 所以第一題就是感覺蠻 蠻沒有意思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xx-4x-3 對不對 所以就是xx-1x-3 所以第一題就是 第一個點 第一題的答案就是 比如說x是0 然後y就是0 或是1 2 或是3 6 好 第一題就是這麼簡單 就完了 第二題它說有些區域面積 這個可能比較不好的想像 比如說 因為你要畫這個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畫圖 這個大家可以各自評論 你如果一定要把這圖畫出來的話 你要做它的微分 對不對 所以 你知道它0 0的時候是0 那 那它 那你如果令它 比如說是 比如說你去 令它等於0的話 你發現它有三個根 所以它 它實際上是 它是會這種圖形 它不會一直上升 因為它有三個根 對吧 某個不好它有三個根 所以它可能長得像這樣 OK 那反正它會到無限大 那你這個2x 也會跟它有三個焦點 其實這個大概畫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題目 OK 所以就長這樣 OK 那這個呢就是1 這個是3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 大給自己算 OK 這一塊就是 0到1 Raf16 然後你把 x3至4xcampun 加5x 減到2x 做幾分 第二塊就是1到3 所以就是1到3 2x減掉 這2x比較大 Ds 這就是答案 反正我不想算 就這樣 因為這很簡單 因為你圖畫出來就解完了 因為也沒什麼好算 等一下我們來看第三題 第三題 我應該跟很多補習班老師揭法不太一樣 我看很多補習班老師可能會用畫圖的方式去解 我先講一下第三題 那一般補習班老師可能會說 我不喜歡這種解法 就是你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說 你希望他在x.0一定要有三個焦點 換句話想說你現在有一個app 你現在有另外一個條線這樣的app 有y.mx 所以你如果這樣就沒有焦點 那這樣就沒有焦點 那之後有一些m範圍 所以有些老師可能會說 如果你看圖的話 你會說 你會這樣子 比如說這一條 你m會存在一個範圍 比如說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之間的m是有焦點 是有三個焦點 對吧 如果看圖的話 我們那有些老師 那我不知道怎麼 一種看法是說 所以你要把這個點 畫算出來然後接在一起 所以這是一個點 那第二條他說 他會說是x.0的切線 所以是L1L2 所以L1是切線的 有兔子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方法太不盡人情 而且 我不是很明顯 以下看出來說L1應該是切線 所以我們的做法呢是 是代數的 我們是Arch Break 我們是代數解 好 我現在就是直接研究這個方式 對吧 然後我說這個方式要三個解 要x大於0 好那我先把 我已經解出一個解 x0 那剩下還是x平方-4x加上5000m 對吧 那我現在直接解 所以x解出來是4加-更正負更好 16-4-5-m-2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說 他們都要大於0 OK 那這個把它寫出來會得到兩個關係詞 一個是4加上 我們稍微算一下 這是-4加4m 除以2 大於0 跟4減掉 -4加4m 除以2 大於0 好第一個等4 因為這已經是大於0了 所以 你只要根號裡面的東西 大於0就好 所以4m大於4 m大於1 對吧 所以我們知道A是1 那為什麼不能等於呢 因為如果m等於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重根 那重根它就不會有兩個焦點 它就不會有三個焦點 OK 那 所以這個等式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但這個等式有東西 因為 這個等式要有4要大於4m-4 那因為這個是正的 這也是正的 所以我可以平放 所以16要大於4m-4 所以m要小於5 OK 所以這就是 1跟5 OK 那如果你一定要看圖的話 沒錯 如果你把26畫出來的話 不是 不好意思 36畫出來的話 你就得到這條線 那這一條也是 你就得到 呃 欸 是36嗎 是嗎 不是 你要算這個點 OK 你就不能用36 你就把這個點算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不會很麻煩 然後我覺得這樣賺也不自然 所以比較自然的做法是 我們全部 就是 帶速的把它解出來 OK 所以我就是解法是RGBRACK 就我覺得啦 高速學應該 應該是要 能用帶速就盡量要帶速這樣 因為畫圖就不容易畫準 而且 對 至少你帶速上 你可以得到這些規則 好啦 就這樣